为了测试它的屏幕是不是这样接引 来 1 2 1 嘿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杰德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Hutanbanda 来测试有关折叠机 因为 Honor 最近它开始飘了 进这种非常旗舰的折叠机 也就是我手上的这个 Honor Magic VS 首先我们先看它的设计 Honor Magic VS 它的背盖是采用一个磨砂处理 再加上不拎的金粉造型 摸上去除了很滑还防指纹 而且在镜头的设计看到吗 它是根据它身体曲线线条随着弯下去 然后整个设计看去是蛮流畅的 而且在它的镜头旁边 你还会看到Design for Magic 镜头看去是特别的有质感 最重要是它的脚链 因为这一次它的脚链少了几个零部件 没有记错好像是4个零部件 造就它的整个机身更薄一点了 而且更轻了几乎是零缝隙 对于这种零缝隙有什么优点 好像我们放一张50块 我们夹住 诶 刚不是可以夹住了吗 怎么刚刚我试了给你的 你懂为什么啊 是吗 问你现在在拍影片 可能要放多几张啊 它讲50块那里够 放多两张 刚才100块再够 然后放在里面 嗨 好 我们再试看Samsung一下 不可能啊 Samsung加到 更假的 更滑了 完全不可以 啊 Samsung的话更滑 然后而且你看这个Samsung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缝隙 你看到吗 特别大的 大到什么程度啊 它的那个缝隙呢 是大到耶 好像不满酱 你可以当做纯钱罐来用 是西北丘的 这种设计呢 带来了什么负面影响 可能你吃的花生碎 沙粒 灰尘 很不然东西呢 掉进去里面 然后在里面来回摩擦的时候 就会导致屏幕磨损 损坏的问题发生 那Magic VS呢 它在这一点呢 就做到无缝隙 它的封闭性是100% fully covered 再加上 你有没有看到折叠机吗 它们都有一个副屏 在副屏 哎 Magic VS 还做了曲面工艺耶 然后在旁边还有一个 Edge Angle Samsung的话呢 就属于一个直屏 加上利边边框呢 整个设计看去 虽然比较 slim嘛 它比较瘦 可是就有一点趁手了 毕竟做的比较丝方 Magic VS 呢 它做的稍微圆滑 握持感更好 而且更加薄 Side to side 对比的话 你就会看到它们之间的薄度 Magic VS 更薄一些 在它的前面的工艺看去哦 是如此的丝滑 很霸道 而且手感特别好的 同时呢 还是采用一个侧边指纹识别 更加重点的是 它的屏幕 因为它前屏呢 是搭载一个 7.9英寸 超大的折叠屏 如果是三星的话 只有7.6寸 所以在屏幕的大小的确是有一定的差别 而且在峰值亮度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70% 你开更亮 在户外使用 完全没压力的 它的灯光是足够support的 再加上它还有6个月的屏幕宝 而且也是折叠金大宗 唯一一台有6个月的屏幕宝 所以为了测试它的屏幕 是不是这样接应 来 1 2 1 嘿嘿嘿 不要了 不要了 这种折叠屏 怎样讲呢 它是比较小姐的 虽然说Honor是给你6个月啦 只不过是Promise顾客 就是如果顾客真的不小心弄坏了 它保给你 如果你是故意拿来摔牙 吹爆它啦 那个人一看就知道人为要嘛 是不是 首先我们先了解 它是用Mesh OS 继承了许多华为的优点 其中就是它的Multi Windows 由于它的屏幕 西北的大嘛 当然Multi Windows 这个东西就恰到好处哦 好像说现在啊 我们try to 开 Play Store 你会看到这个悬浮窗口 然后我再开一下email 你会看到两个悬浮窗口 然后再或者是 我打开Google Chrome 所以就会有三个应用程序 在同一个窗口操作 我还可以再度打开第四个应用 也就是通过旁边这样测滑呢 就会看到这些应用程序嘛 这些应用程序 我们还可以再添牙的 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 你还可以把它加进去 可能你要Facebook 你要Google TV 你要Gmail 你要Game Center 你要Google Drive 在它能支持的应用程序 算是很Flexible的 很多都可以加入进去 再或者是你在游戏的同时呢 然后你滑一下 你就会看到这一个Panel 然后你就激活 可能你现在要看攻略 一边打游戏的话 你就加入那个Google Chrome进来 加入Google Chrome 秒过后按单 然后你开Google Chrome 然后你就找原生攻略 一边在打游戏一边找攻略 在它的Split Screen 它能调整的幅度也是蛮多的 你可以5-5分 6-4-3-7 3-7是最maximum的 当我们去到外屏的时候 它一样是可以进行多屏操控的 然后过后我们开小红书 它就会成为一个悬浮窗口 再或者是我开多一个E-mail 可是在它外屏 它就只可以支持一个悬浮窗口 可是在灵活性方面也是一样 非常的Flexible 当然你也可以做Split Screen的Function 你可以做一个3-7-4-6-5-5分 在一些应用程序 它也支持这种横屏的模式 就好像说你置放在桌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放 你就可以看戏哦 它就会把它的屏幕呢 维持在上半部 你就可以正常观看了 就是它的一些应用上的兼容性 目前我是听到有这一些平行游览的模式 接下来我们就来测试相机 它的主色也是拥有一个不错的感光元件 IMX800 也就是跟那个HONOR 气神 对好像是HONOR 气神一样的感光元件 再加上50MP超广角 8MP的长焦镜头 在拍照方面 8MP的长焦镜头 是指一个3倍光学 所以在3倍的话 一样是自然的虚化 当超过3倍的时候 就会进入一个电子虚化模式 当你拍摄的时候 你有看到吗 它的那个快门 是西北快的 我开声音一下 OK 再来 再躲一层 它是有一个顺拍功能 而且它也会通过它的魔法进行处理 让整体的画质看去不失细节 even 是电子长焦的情况下 它依然可以还原更多的细节给你 这就是它的魔法的力量 它在人像背光呢 它也会进行处理 可是人像背光的时候 你拍照就要注意一下 你要拍人像 你要拍背光 你要它处理的时候 前后都能看到细节 你就不要点 机能像头 如果你点的话 它就会出现 就是拍黑影的问题 因为它会锁定曝光 当你没有点击的时候 合成出来的效果 就是这样的效果 我们来做个总结 目前这个 HONOR MAGIC VS 在大马 它就有一个配置 12加512 大马落地价才 5999 有没有吓到 有没有惊讶 是不是 哎呀 你笑什么 你笑到有一点过分了 你可以不要叫憋住吗 会内藏而已 你说 啊 哈哈哈 观众们 我知道你们很想笑 你拿折叠机 现在现有的 出来对比一下 的确嘛 它的性价比就在那一边了嘛 而且还是给点512 如果我们讲那个 山苏牌子 它12 256 就要6,499块了 所以这个 5999 9才便宜500块 不便宜 OK吗 多一倍肉 啊 OK啦 如果是你对这个 HONOR MAGIC VS 非常感兴趣 你可以到你附近的 HONOR 期间店 去默默培养 感谢一下 so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杰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